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vlog我想要做一个挑战类型的内容 然后主题的话主要是来源于微博上面的一个视频 就他们会把一个朋友 他们说的标题是土鳖朋友 然后穿那个primark的衣服 然后把它们混到那个伦敦时装周里面 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 就是穿时装的东西并不一定需要用金钱堆积起来的 对 所以我今天vlog就需要准备做一个这样的挑战 就大家住的地方都不同 然后所有人先来我家 大家好 我是莫莉莎 上一次出现过 你来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基 灵感来源那个牌子是 Christophe Lambert Christophe Lambert 不会说法语 Christophe Lambert 反正字幕在这里 就是我身上这条裤子 就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 优衣库那个U系列 就是优衣库和这个设计师设计 他之前是爱马仕的前任艺术总监 我们买的东西会控制在八百元以内 就所有东西加起来 然后挑战出那种可以设计出 比如三万元之类这种价位 那我也不确定哪个地方会比较符合 像美国的primer这种地方 然后他就说上有一个地方叫做七普路 对 然后呢 可以买到非常非常便宜的衣服 然后风格的话呢 也会比较好找 会讨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那我们走吧 好 那我们走吧 我们到了 给大家看一下周遭的环境 现在录像的这个人呢 是一个不愿出镜的小伙伴 所以你们是看不到他的 嗨 我需要补眼镜 好帅 昨天我在微博上面发了一个微博故事 然后让大家猜一下我在干嘛 其实就是我在大概想一下 我今天要买的衣服 大概是什么类型的衣服 然后我们目前想的是就是买那种 要买丝巾 我们要买丝巾 然后要买那种背带裤 然后背带裤还剪了之后挂在身上 看很多人在看我的录视频 就说是人之间的衣服 又有点准备 还要买那种又有点准备 那种带裤的人 已经有时候买了 还有一些 在当初她们登陆队 买那种宣布 今天就要买那种 有调整的衣服 我们要买这个红石 是这么正好 和这么贵啊 不可能有我发型 我穿 比这样 哇 可以吧 可以 我喜欢这个 你喜欢这个 我也喜欢这个 你也喜欢这个 直男喜欢的 爱价格 这种 对 价 815 这个呢 115 这个呢 这样的样 OK 好吧 黑白配 黑白配 我out 哈哈哈 黑手剪的布 有一个 好 这个 你看 黑白配 少一点 真的拿货一下 就10次拿的价 是多少来着 多少钱来着 85 那就是75了 75了 你在哪里啊 我在老兄号二楼 一街15 好 你在哪里 我过来接你吧 真的我一个包就挣15 你没必要还那5块钱 你在哪里 你把地址 80马上付款 好吧 开始买20 好吧 先付我去接个人 你把那个柜子买给我 大家好 我发现了 我们可以拿这个布 耶 准备挑一个这个布 这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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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那个 有 有波点 有些花纹 叫花纹 要不要 搞一个 嗯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成果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一下五金店 因为想要买一点什么胶带啊针线啊什么 因为大家会捡衣服嘛 我好期待 我觉得一下 嗯 我也好期待 好激动啊 嗯 嗯 我们现在已经到家门口了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他们说来跟我们一起玩一下 然后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挑战和设计 外表与内心完全不符的一个 对 嗯 没有 我们刚马上 我生一代 你还搞错 是 我好看 这你的视频 哈哈哈 我不敢造次 这些就是 还有这个 就是我们今天买的所有的东西 然后它的总价一共是 这么多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要赶紧抓紧时间 车外面还有日光的时候 就开始 制作我们的创作了 丝巾 二十五两条 背带裤 九十五 内搭 五十 包包 八十 链子 五块 手艺工具 五十 配饰 三十 奢皮口袋 免费 凌 好 来 三 二 一 又掉掉了 有扣又被吻 没关系 造型不对 这一定是越南汉味 对我们现在要去拍个照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最终的样子是什么 但是今天外面其实没有那么的凉快 所以我穿了一件女中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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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字幕志愿者 對 字幕志愿者 Nice 炸彩 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玩这个视频 然后我们这个视频今天就这样结束了 也不知道挑战有没有成功 所以说想要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成功 因为我们是自己做的衣服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成功 但是我们现在就要 我觉得很累 我们现在就要各回各家 各找各吧 然后打扫卫生 对 我们就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